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给大家聊一部魔幻片 《地狱男爵之雪皇后崛起》 在公元517年 一场人类和黑暗生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不列颠 为了报复人类对恶魔的残暴 超级女巫米拉开始到处传播瘟疫 意图消灭人类,统治地球 为了铲除米拉 亚瑟王和她的巫师梅林 带着士兵假装向米拉投降 趁着米拉不注意的时候 亚瑟王突然用王者之剑一剑把米拉给杀了 为了防止她复活 亚瑟王把米拉砍成了好几块 分别装箱打包 用神圣的符纹把盒子封印 然后埋葬在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来到现在 男爵按照他养父布鲁姆的指示 去找老铁哥 老铁哥是超自然调查防御署的特工 几天前 他奉布鲁姆的指令 去调查吸血鬼的情况 可老铁哥这一走 从此一点音讯也没有了 男爵根据线索 来到一个大型的娱乐格斗场所 此时的老铁哥正在舞台上叫嚣 男爵平时跟老铁哥的关系不错 两人不仅一起合作出任务 还在酒店一起买过罪 可变成吸血鬼的老铁哥 此时已经六亲不认 上去就跟男爵打了起来 几招过后 男爵失手 一招直接把老铁哥给灭了 心里特别郁闷的男爵在酒馆买罪 男爵的养父布鲁姆 是超自然调查防御署的负责人 主要的工作就是跟各式各样的黑暗事例作斗人 布鲁姆之所以把男爵叫过来 是因为防御署的合作伙伴 英国神秘协会 希望男爵能帮助他们 干掉三个巨人 要说这男爵的仇人可真不少 也朱金和老巫婆同病相连 都曾被男爵收拾过 很快就达成了联盟 老巫婆说 咱俩都吃过男爵的亏 所以我才把你召唤到这儿来 如果想报仇 那你就必须找到女巫米拉 不过她已经被亚瑟王分成了好几块 你的任务就是 找到米拉的各个部位 然后把她组装到一起 米拉只要一复活 她就会把你变得非常的强大 到时候你谁都不用怕了 这边 男爵见到了神秘协会的阴险哥 原来这个阴险哥和男爵的养父布鲁姆 是老朋友了 而预言家白毛姐 则当场说出了男爵的身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德国为了流转战争局势 便找了黑乌尸寻求帮助 在苏格兰海岸的附近 黑乌尸和纳粹党 举行了一个古老的仪式 由于操作不当 仪式出现了重大的安全事故 就在这个时候 纳粹猎人带着盟军突然出现了 经过一场火光冲天的强战 所有的德国士兵都挂了 为了防止邪恶的东西出现 布鲁姆和预言家白毛姐等人 也来到了小岛 黑乌尸召唤出来这个恶魔 其实就是男爵本人 布鲁姆慈悲之心泛滥 受养了男爵 经过布鲁姆长期不懈的引导教会 男爵从一个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 变成了正义的力量 为了把女巫米拉重新拼凑起来 也如今来到了教堂 寻找女巫米拉的头 隔天 男爵跟着英国神秘协会的 阴险哥等人去狩猎巨人 可让男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阴险哥这次的主要目的 是把他干掉 从理论上来讲 男爵确实有毁灭世界的可能 不过像男爵这种基因 基本上就是不死之身 要想杀了他 基本没戏 当阴险哥准备把男爵的头砍掉 巨人们突然出现了 但男爵从河里爬起来发现 神秘协会这帮人全都凉凉了 接下来是男爵和三个巨人拼杀战 这三位看着个手挺大 可是不扛咒 很快就被男爵给杀了 随后 身负重伤的男爵晕倒了 被梅林爱丽丝给救了 这个爱丽丝有强大的通灵和预言能力 爱丽丝之所以会救男爵 是因为男爵在小的时候 曾经救过他的命 两人正在闲聊的时候 男爵的养父布鲁姆 带着人冲了进来 布鲁姆解释 神秘协会想杀男爵这件事 他也是上了阴险哥的当 布鲁姆又把特种部队的刀疤哥 介绍给了男爵 让男爵带着刀疤哥和爱丽丝 前往神秘协会的总部 原来神秘协会收藏了一只女巫米拉的手臂 此时的野猪精为了拿到米拉的手臂 已经杀掉了神秘协会的所有人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继续讲解 男爵如何消灭女巫